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歡迎各位網友 繼續收看我們《新人透視》 之前我們跟浸會大學的同學聊天 聽完真的沒什麼心機 為什麼呢 大學這樣教書法 現在不是教書 他現在在新教上出現問題 教班契弟出來 教班自以為很道德 但一點都不道德的事情 為什麼香港市民 相信你都感同身受 很難發揮那種心底的火 來對抗建制 或者對抗一些不公義的事 因為大學生 都叫做一班受過教育的人 高深教育的人 都是這樣的時候 那你怎麼能夠寄望香港的社會呢 很難的 小學 中學 大學 一直這樣訓練上來 都是訓練一班奴性這麼重的人 你說怎樣搞法呢 整個教育不是訓練奴才的奴才 是的 他不是訓練奴才 你覺得奴才的奴才 奴才的奴才 奴才的奴才 即是奴迅港那些 最可怕 最可怕又閃縮 又怕死 又要拆鞋 又要拆得肉酸 又要拆其他人鞋 又要押拆其他人 整個過程就是這樣 你現在根本上去浸會那個 陳新枝 找這個校長 整個過程是不公義和不公開 其實剛才同學生說的 可能就不夠多 講一個公共的關係性 一個大學校長 有一些條件是符合大學 以及大家喜歡他來的 一起參與他 有一定的學術地位 有一種道德的感召力 但是他什麼都沒有 好像走後門的形式 不知道為什麼爆了石頭出來 你想想公信力 以及對大學的形象 以及對同學的信心有多少呢 沒錯 最適合你再疾我 同學沒有什麼信心 是你那個豪仔同學 吵你 還死 就是一個大學生 吵都不會吵 變成一個植物人 知識食物植物人 知識上的植物人 知識植物人 就不能夠去感召更多的人 整件事 那就死了 九龍塘那間的浸會大學 我們就不要管他 我們不如講一下中文大學的校長 中文大學校長 當然大家都 劉俊義當然大家流口水 這個當然是一流的校長 又拿獎 又做行政會議 又頒什麼等建華 又頒博士學位給董建華 發學博士 真是榮譽化學博士 真是榮譽 更加榮譽的 他自己做了行政會議 做了 真的這些校長 簡直是外國外國 怎樣的校長 如果是中大的時候 這些同學就很不滿 根據有些對夏曉昇的意見 一樣 都是賺錢 沒什麼所謂 就是餵兩餐 大學就是降格了 大學給我們的感覺 或者給我們的想法 應該是一個有獨立思考的地方 不是那麼俗的地方 知不知道那個俗 很混俗的那個俗 還有自俗的那個俗 總之就是俗 不是那麼俗的地方 為什麼突然間會 剛才我聽說 都是這樣 賺錢而已 劉俊義 這條契帶很俗的 當然是俗 你想想 在中大學生部事件 我姑且不論 不討論中大學生部 你喜歡不喜歡 但你可以第一個跟學生 角列當人學生是陳水扁 即是劃清界線 人家不聽學生 是你的學生 你應該保護他 是吧 第一時間是講公眾的形象 不是講公眾利益 是公眾的形象 馬上與這些 不道德的中大學三部的學生 角列 即是說中大學三部 即是早前 所謂什麼色情 情色版 接著結論是什麼 結論就是角列 要打官司的時候 學校不會支援 會警告 接著傳媒的聲音 是隨風擺流 完全沒有一個獨立思考判斷 以及應該校長做的一種態度 以前當時 有人舉過蔡元培 蔡元川 蔡元川 蔡元川和蔡元培 蔡元環 你真是不太難 譬如他跟學生劃清界線 我怎樣去理解他 因為大學現在很希望 多些學生進來讀 不然他就沒有 即是市場主義 不像中學那樣被殺害 即是那種 爭取學生 那怎樣爭取學生 就在公眾那裡 就要拿回大多數的道德位 沒錯 即是家長都覺得我們 即是家長想什麼 整個保守的社會 大多數想什麼 他就說什麼 其實大學不應該是這樣 我覺得 大學中學化 不是 特首就說 大學中學成是產業 產業其實是什麼 市場主導 全部是賺錢的 對不對 你沒有大陸學生來讀 怎麼可以 你那些人不來讀 中大怎麼可以 搞這麼多夜間課程 其中為什麼 賺錢 大陸 滿足一下大家 你以為你求之欲強嗎 大部分人都希望拿個學位 拿一張信 然後就升官發財 對不對 所以你剛才說 當劉遵義在中大學生報程式事件發生的時候 跟中文大學學生劃清界線 還有他打官司的時候不支援他 還有他們學生又沒有道德 等等 在當時我記得 有一個名字出現了 就是叫做高坤 是近年高坤重現江湖的第一次 最近又有第二次 所以高坤不應該只拿這個 諾貝爾的物理學獎 還要說和平獎 我覺得他們應該拿到 雖然看起來很細微 但是他那個不單止是發明光纖 還發明發揚中大 應該有的應該是發揚光大 是的 我記得當時傳出來的 就是說 我都沒有幸去跟高坤在中文大學相遇 高坤有一次在風火台那裡 是說話還是什麼 現在被人搶麥 然後有些中文大學學生 就上台搶他的麥 是的 踩個牆 是的 那這班學生 就像阿饒昇一樣 當他 那怎麼辦呢 那是不是學生死定了 高坤就打了 打拖有 又什麼 記他過 當然我們即時是想這些 家長可能就是想 那些學生這樣 怎麼可以 當然要記他過 不然日後出來 社會不會成為搞事分子 那誰不知又怎樣 誰不知 那些人問高坤 如何去懲罰這些學生 他竟然又說 要不要懲罰這些學生 大學根本就是一個獨立思考 自由言論 自由表達 自由學術 自由創作的一個地方 嘩 好厲害 這些才是值得人家的景仰 而不像曾蔭權那樣 人家高坤那個光纖之父 拿了諾貝爾 然後又說公理他 又說香港 又說人才 真的頂呱呱 說完這些廢話 然後又不發展科學 壓制學術 其實浸會事件 就是壓制學術的事件 你說什麼科學 說什麼研究 你搞什麼 全部產業都沒有用 是不是 大哥 你根本就是 曾蔭權要拿一個光棍獎 真的 發明光棍 香港 即是說大學校長 是越來越 最近有一個退休校長 不是 離開了 有科大學校長 朱京武 朱京武校長 為何有這麼多科大的人心 有這麼多學生爭語 跟他拍照 為何呢 為何 大家要想一下 大家同樣是大學校長 為何劉遵義又這麼黑人憎 你一看他前面爭他後面 仰衰衰世界就是 我知道 科大控制學生的行為 控制得好些 中大沒有 就不是 就不是 整個人道立場 整個學術的氣道 整個學者的風範 看得出 其實這回到中國人所說的 那種風骨 那種人格 所以看劉遵義 令人想起 如果錢穆翻山 都要蓋個兩巴 你講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 是的 唐君毅 那些 某中三那些 全部都要翻山蓋 劉遵義 即是接下來他不做了 只有一件好事 不過誰做呢 現在是誠意 會不會中文大學選校長 和浸會大學一樣 黑相作業 呢 哦 他 不幸 中大寶搞了這些事情 我告訴你 因為有你 不是有阿快筆在那裡 不同 就不會被他亂來的 緩醒大家 沒錯 我們會連結陳考文等人 對 搞我們 引入外敵來通姦賣國 沒錯 反中亂講 好了 除了講大學的校長之外 反中 反對中大校長 這些 亂說廿四 不是 亂搞香港大學 沒錯 就是反中亂講 好 回到下一節 我們講的不單是大學的校長 還要講什麼 小學校長 不是 娛樂圈的校長 有了爆 娛樂圈也有很多校長 大家留意 很累 我想提醒你 你 不會 是 攻出 你 是 是